今天的爆新闻头条要带你来关注持续追踪劳动基金规模高达4兆4千多亿元 这都是劳工的血汗钱 近十年来却屡屡爆发了弊案 过去都是传出代操的投信经理人炒股来自肥 这次却变成是官员收费炒股 也让百万劳工的血汗钱成为了主力盗货的工具 亏损难以追讨最终却由全民来买单 昨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侦办劳动基金炒股案 查出了保家资产 疑似因为炒作远东百货的股票失利 竟然找上了劳金局投资组组长有乃文 协助来脱手手上圆摆的持股 而找上了这个有乃文之后 他后来又去找了曾经来代操劳动基金的 富华投信的投资长邱明强 还有经理人刘建贤 以及包含了投资主管等相关人等 这些人联合起来 一起到了一家要价一个人6000块钱的私厨餐厅来用餐 利用劳动基金买进保家想要脱手的持股 简连昨天是缤分五路搜索了券商富华投信的办公室 还有投资长邱明强 基金经理人刘建贤 以及研究员陈周伦 还有再包含了保家资产的执行长唐楚烈 以及投资主管邱玉元等人的住处 兵分多路 讯后是将唐楚烈等五个人深压境界 而保家资产跟富华投信涉嫌卷入劳动基金的炒股案 经管会主委黄天木今天震怒表示 涉及经管会监管机构都会配合检调单位全力的追查 现在正期局也同步的搜集了相关的资料 如果确定富华投信有违规 就会请涉案人将涉案的情况说明清楚 有可能会针对违规的程度来进行处分 另外正期局现在也正在着手了解 台湾的这些投信代操业者的状况如何 一旦有异常现象 权委账户的异常现象 就会进一步的来做追查 目前还在初步的搜集资料 穿着灰色西装在总部谈公事 这是我们曾经拍到的独家画面 他是保家机构董事长林承海 近期保家资产卷入了劳金局的炒股弊案 也让这位神秘建商背景备受关注 保家机构旗下超过70多家的建设公司 推案量几乎年年第一名 资金动辄数百亿元本业获利惊人 这也让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 为何林承海会选择在股市里当秃鹰 而不持银宝泰当个巴菲特就好 但近年来保家其实已经多次卷入 经营权大战 弱化公司治理的金融业经营模式前进 有没有除了保家以外的其他的问题 存在股东会上开四把雨伞 搭帐篷开秘密作战会议 不过这回选上圆摆倒出股票 导致许多小股民受害 但外界认为碰上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让保家踢到铁板 但其实他们挑选的股票 包含中信金 东源 台信机 公司的持股比例都偏低 因此保家是看准立差要凯游 尽管会主委黄天木也做出最新回应 金融业方面我们已经有金金分离的这个政策了 所以这部分是严格的遵守 他只有一家可以持股超过 不过会铁而走陷 也许是因为据传林承海曾经要求资产执行长唐楚烈 股市每年要有12%的报酬率 而唐楚烈是银行出身 到处居集传产金融股票 三年下来至少交出60亿的获利 但也被警管会寄出金金分离的保家条款 其他部分我们定期都会检视 它的部位 基本上目前是没有超过我们的规定 保家资产遭到警管会留效查看 后续发展也备受关注 东森台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为您插播 我们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即将要解禁开放国界了吗 新加坡媒体新传媒报导 新加坡民航局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 表示从12月18号开始 对台湾开放国界 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五开始 旅客可以向新加坡申请 单次航空通行证的入境了 不过旅客必须要在台湾 停留14天之后 才能够从台湾出境前往新加坡 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在抵达之后 还是必须要进行 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 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 那就可以不必进行自我隔离了 疫情今年是改变全人类的生活 也影响了各行各业 很多民众在今年都减少外食 像是日本今年的年度流行菜 从去年的珍珠奶茶 变成是外带餐盒 疫情之下改变的还有飞机餐 就有专家建议应该采用 机上便当的模式 自己的便当自己带 减少对外接触来兼顾防疫 而中共当局甚至还建议 所有的空服员在执勤的时候 要包尿布 避免进出厕所 来增加接触病毒跟细菌的几率 2020年 今年的小皿是手朵鱼 就像选出年度流行育 日本也选出了年度流行菜 今年外带餐盒意外夺冠 顶级熟成牛肉 在高温烤炉烘烤 表面焦香肉质软嫩多汁 只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 民众减少外食 即使有如此诱人的美食 餐厅仍然空荡荡 因此他们换个方式卖牛排 就像这样把牛排与特制酱汁 装进外带餐盒内 丝毫不影响它的美味程度 外带价格更大五折 日本今年的流行菜 可说是因因疫情而生 而同样受疫情改变的 还有飞机餐 后切牛排淋上浓稠酱汁 控腹圆最后放上配菜点缀 以往的飞机餐追求丰富多元 带疫情重创航空业 业者势必大幅降低成本 因此就有人建议将机上餐 变成机上便当 攜带自己的餐点登机 减少接触 就像是日本的铁路便当 淘土容器里装着各式各样的菜色 以日本捕获量第一的 名食真章鱼作为招牌 吸引买气 不仅如此 还有让少女们为之疯狂的三立欧 而除了好看好吃 当然也要兼顾防疫 便当盖的左右两边 仿佛长了一对翅膀 能固定在便当两侧 防止飞沫见到周围 这是日本老字号铁路便当 推出的防飞沫餐盒 让你出门在外 也能安心享受美味 专家建议航空公司及空厨企业 可以向日本取经 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飞机餐的新可能将在空中与我们相遇 东三财医生的陈林坤 网民 终合报道 知名的旅速平台 Airbnb在历经长久的计划之后 终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挂牌 市值冲破了一千亿美元 但其实他们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 一度掉了九成的订单 没想到在第三季竟然赚进超过13亿元的营收 原来是他们精准抓住了民众上半年闷坏了 下半年超想去旅行的心态 让业绩成功翻身 泳池里满是粉红气球 进到屋内也是粉嫩色系 从里到外都走巴比风 Airbnb比起一般饭店更能带给旅客新奇感 如今终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挂牌 看准市场庞大 Airbnb挂牌首日股价就从68美元 一路狂飙到144.71美元 飙涨了将近113% 市值更是攀升到107亿美元 比线上旅游平台Xpedia Group和万豪国际集团加起来还要多 成为今年最大的IPO案 其实今年受到疫情冲击 Airbnb一度有九成订单被取消 还在六月裁掉四分之一的员工 但当时他们宣布拨款2.5亿美元 弥补房东的损失 对房东两肋插刀 如今第三季竟然意外扭转前季亏损 缴出13.4亿美元的成绩单 能逆转就因为Airbnb不止单单光靠旅速赚钱 更将体验融入其中像是让旅客在电影唐顿庄园中的古堡住上一晚 甚至和罗浮宫合作闭馆后能自由探索 这也让Airbnb从谷底再翻身 东森财经新闻张张黄富翔综合报导 中国大陆的重庆最近有一个社区准备要改建 但是工人拆到一半的时候 却发现社区竟然是盖在一尊三层楼高的石像上 奇特的景象立刻在网路上引发了讨论 相关单位也请来专家来进行鉴定 难道这是千年古迹吗 最后鉴定结果出炉了 确定这一尊石像是在民国时期建造而成的 画面中重庆的一个社区最近正在进行改造工程 没想到工人拆到一半竟然发现 房子的下方居然是一尊无头大佛像 约有12.3公尺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 腹部还有柯纹清晰可见 部分地方也出现明显损坏 看得出来历史相当悠久 吓坏了一堆人 据了解这尊石像的位置过去曾经有过一间寺庙 但在1990年改建成社区 推测当时寺庙就是刻意盖在这尊佛像上 传闻这座佛像可能开造于北宋年间 已经超过上千年的历史 但10号鉴定结果出炉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这尊佛像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当时 就被认定为民国时期所建造 从特征来看应该不属于佛教 可能只是近代的民间信仰 至于文物的价值 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 由于地形的缘故 重庆当地很多建筑都是沿着山坡建造 视觉感受上甚至常有3D的感觉 因此有魔幻重庆之称 明明往下一看就是顶楼 没想到一转头却又瞬间回到一楼 这样让人感到困惑的画面 在重庆市屡见不鲜 甚至到当地搭乘地铁时 穿梭在高速道路之间的地铁轨道 不免让人有乘坐云霄飞车的感受 这样的体验恐怕只有亲自前往 才能感受到更多的精细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台湾人很爱喝茶 光是一年就可以喝掉4万公顿以上的茶叶 从手摇饮到包装茶饮市场都持续成长 但您来看到台湾茶产量最大的地方南投 因为气候凉爽又有地形的优势 占了全国总产量的三成 也让这里成了不少茶厂食品大厂的供应商 快艇行驶过的美丽浪花 划破属于日月潭的静谧城光 南投是台湾唯一不领海的县市 80%以上都是山地 而这正是种茶最好的环境 整排茶叶的高度是称之不齐 因为这里其实是首摘茶叶区 在这边是南投民间乡的松柏岭茶区 茶的年产量是超过了4500吨 等于全台湾有三包茶酒 一包是在这个地方缠制的 我们这是光泽 我们这是光泽 新鲜茶叶散发淡淡自然清香 在户外晒着日光浴 烤上头黑网这印的日光尾雕 让页面褪去光泽浮上一层丝绒感 接着再到室内来缴获一番 轻柔地道翻角交替直的外观 呈现绿叶香红边才终于大功告成 这个过程要选过差不多 超过10小时的时间 10点这个时间 它这个发酵饮香以后 我们要把它定香 繁琐工序加上春冬两季 低温时节植物生长缓慢 才能好好蓄积养分 少了苦涩味 多了香气韵味 让这的春冬茶连食品龙头也相中 春冬茶的时候天气凉凉 所以来做到这个水贵清地 很适合它的香味有高 它的韵味也有高 台湾人爱喝茶光是茶饮市场 一年的产值就有超过200亿的规模 年成长超过1% 打开冰箱光是包装茶饮 只有有这么多种选择 可以说是冰家必争之地 像是统一的蒲玉 以及黑松的茶巡味 还有可口可乐的原醉 全部都是主打台湾茶在地味 随手一瓶带着就走 包装茶饮商机大 也难怪冰箱内的选手 可是越来越多 东森 财经新闻 刘沛喜 刘子腾在南投 请不吝点赞到这边 ho和字幕不吝点赞到这边 这边有什么想法 为什么要说这边 这样子必须是 并非用听到这边 嗯 呢